大家看到它是在个corner lot,它的整个占地非常的大,最重要的是大家跟我来这边看,相当于它周围为什么说没有任何的遮挡呢,是因为它和另外一套房子,它不像是小学生战队的那种排排排坐,而是它是前后座,这种前后座的好处就是,它的这个面它没有任何的遮挡,看到了吗? 下一家是缩进去的,所以相当于整个房子的360度,它是个独立的,它没有前后左右都没有任何的遮挡,再加上大家看一下,这套房子是个端头房,怎么说呢? 就是整个小区非常的安静,只有这几户人家会把车开进来,其他的人家是不会把车开到这边来的 所以的话,整个房子的无论是户型还是它的外观,再加上它的地块,大家看它的地有多大 30万5000,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请在两天内联系演演演演演会给你一个合理的估价和加价方法,加价的策略 对这套感兴趣的话,记得加上面的微信和打我的电话9176908055 我是德州达拉斯的房子厂经纪人苏彦 首先大家来看这套房子的客厅,它这套客厅非常的方正 首先看到它的整个fireplace是更新过的 镶嵌式的fireplace,镶嵌式的电视机非常的完美融合 首先看它的采观,它的采观有四个穿子,所以它的采观非常的充足 其次再看它的吊顶,它的这个吊顶非常的高 如果大家要看怎么来看它的吊顶,高不高呢 首先就看到它的这个吊灯 如果它的吊顶很高的话,那它就可以做吊灯 如果顶很矮的话,是不敢做吊灯的 那么这套房子的客厅是在顶面上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大家看到首先是说,首先是它的整个看电视这个区域 它就有一些弧度,大家看到 然后又在顶部就更高了 你看它有,其实它有很多小细节的设计 然后再来看它的地板 它的地板是,不算是实木地板 算是复合木地板 是类似engineer wood 因为它的这个手抓纹,大家看到它是有纹路的 而且纹路相对来说非常的自然 那么大家再看它的沙发的摆放 它的整个沙发其实它是围绕在四个角都有沙发 那么总的沙发的座椅是有八个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1670尺的房子 可以做到这么公正和宽敞,那是不容易的 大家看它这边有个小的造型沙发 你可以在这看书 然后同时它这个拐角上有两层穿子非常的温馨 然后进来以后映入眼帘的就是它的kitchen 它的kitchen非常的开阔 大家看给大家一个远景 首先它的dining room是被180度的穿子所围绕着的 然后外面有一个patio,大家看到它的patio上面有好多灯 晚上应该很有情调 只是在视频里边大家不是很看得出来 但是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去看 所以你在这吃饭可以看到旁边的yard里面的景色 也可以在这吃饭看见孩子在yard里边玩 非常的安全 那么再来说它的整个户型设计非常的可圈可点 1670尺的房子 如果说你想要个大的open floor 它其实客厅和餐厅还有kitchen之间就是一道墙之格 如果你以后非常想open floor 那么可以找下测量仪把这面墙敲了 但对于我来说就觉得比较有风格的这种私密感 那么再来看它的kitchen 它的kitchen非常的正派 大家看到它的整个 首先说它的countertop 因为一个kitchen如果它的countertop的质量很好 那就代表了这套房子的质量很好 因为countertop你每换一个大概就是在四五千 像我自己家五千三百尺 大概就要一万多的countertop 你看它的countertop很厚 比我的大拇指到我的大拇指的一半那么厚 你看三分之一 然后其次是它的是一个U型的countertop 中间有一个ellen的中档 大家看到在这个区域是做菜区 那么比如说空气炸锅电盘宝 然后小的那个toaster就放在那一个一个的摆上 然后的话其实在这边这个位置以后呢 它就变了 它就变成了什么呢 这个区域就是准备喝的 比如说咖啡机 然后牛奶机 就是打炮机 这块区域跟冰箱很近 然后比如说你还适合摆一个做酸奶机 就可以放在这个区域 那么它的柜子 你看整个上下柜 所以它的收纳空间非常的大 一旦有这种U型的厨房 它的收纳空间就极大无比 然后接下来这里是一个它的pantry 大家看它的pantry 非常的整齐 很大 也是储风间很大 接下来再来看这个是它的laundry room 它的laundry room可圈可点的就是它的这个吊柜 除了它烘干机和洗衣机之外呢 就是它这个吊柜 我非常喜欢有这种门的 因为你可以把所有的 粘乱叉都藏到里边去 那么在这边laundry room打开以后 就是它的双车裤 大家看一下 OK 我先关起来 那么大家再来看它的地板 首先它的地板呢 是这边是砖 那边是木地板 所以给你有一种空间的转换仪式感 那么我从各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从这出去就是它的后院 最后我会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后院 好的 那么再来这儿 我们看到它的整个门也是很高的 它上面又吊了个吊灯 看到没 进门处高会让你的空间感极好无比 你看它的进门 它就有一个moding 其实它的进门处和客厅 看到吗 客厅其实更高 因为客厅的这个moding是晚上走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进门的右手边 就是它的动静分离区 什么叫动静分离 就是这边的区域呢 是living room 是kitchen 是你的动区 包括你的客人来 它全部是个动区 而这边的是一个进区 就是说它比较安静 然后客人不需要往这边来走 那么首先可圈可点的 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这个书房 它这个书房是平常可以用作closet 是可以用作它的bedroom的 但是它现在改造成书房 首先是为什么说它可以做一个bedroom 它的这个bedroom就是 它这里有一个closet 看到了吗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bedroom 那么这个可以作为卧室 也可以作为书房 首先是因为它的这个窗子 大家看它的这个窗子 是从 是个高窗 看到它的这个窗子是一个高窗 从高窗是从从从顶拉到底就叫高窗 然后呢它这你看大家看它的很大哦 它的这个桌子一般是一米五 你看它就放了两个一米五的桌子 然后中间还有隔 隔着一个大概一米多的空间 所以它的空间感比较好 这套房子如果是要用杆布茨来总结 就是很翻正 然后这里是它的次卫生间 然后它的这个洗手台没有upgrade 是那种一体的 大家看就是一体拉到底的棚和台面是一体的 upgrade过的是分开来的 再看一下 它的这个主位 非常的翻正 那么有人来了 我就不给大家再多讲了 因为实在是排着 这个也是非常的翻正 也是从上面拉到下面